睡觉时辗转难眠 甚至是梦游无法好好睡一觉 而这些有失眠困扰的人 常常容易依赖上安眠药 国务院遵行调查 台湾一年光是一款安眠药 一年得用一亿四千万颗 十五岁以上有失眠困扰的人 更从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五 上升到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说台湾失眠的人 有两百五十到三百万人 今年更因为疫情关系 上门求诊的民众多了百分之三十 高龄者会变多 那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更少机会能到户外去活动 比如说社区的一些关怀据点 土风舞等等之类的 也都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减少 因为压力等种种原因失眠 医师也表示 长期失眠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 跟精神科疾病有关 百分之十五跟内科疾病相关 也不是失眠就一定得靠 安眠药治疗 适度的让自己有曝露到阳光 第二个运动 我们不用把运动想得太复杂 一定非得游泳 跑步 骑脚拉车 其实只要有足够的优氧运动 就可以增加我们的睡眠能量 医师也提醒 失眠如果一周超过三天 持续三个月以上 一定要求诊 对症下药 而不是药物滥用 乱吃安眠药 否则容易造成身体及精神损伤 对症下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